我们来看一下指考研究术这一题 一样实系数方程 有1加i 有1加i就会有1-i 实系数表示1加1-i 其实是从2-4跑出来 s平方 2根核是2-2x 2根g是a平加b平就是2 所以它是从这里面跑出这个式子的 所以这个式子它可以分解成s平方-2x加2 然后再乘上什么呢 尾巴要是a 所以这里x加上2分之a 那接下来a是多少呢 我们要利用平方向系数也是a 平方向系数哪里会跑出来呢 这里就会有-2x平 那这里有什么呢 这里有2分之ax平 所以我们从这两个黄色的部分就可以知道 -2加上2分之a 要等于a 一向过来我们就会得到a 要等于-4 a等于-4 所以原式其实就是这边 其实我们就可以知道这里是那个 这边要把它改一下 改成这个 这里就是 这里写成-2 透过这样子我们再去求b 所以b的话呢就可以来自于这里面2x 这里面呢就是4x 所以b的确是6x 所以a是-4 然后b是6 那s-2 所以表示它的根是什么呢 它的根是x 它的根是s加2 所以有陷阱不能悬 那带1的时候是多少呢 就把1带回去 所以我们就可以算出来 f1 f1 就会等于1带回来 1-2加2 前面当然这些像是1 然后再乘上呢 1-2 所以这样得到1乘-1 就得到-1 所以这里答案跟2跟4 好 回顾一下重点 第一个就是 虚根乘双 另外从这两个去找出 满足符合的最小的 那接下来呢 就是一个比较系数的概念 就是把它再乘回去 比较二次相系数 一次相系数 就可以把a b解出来 拜拜